这个车上的人都是新冠阳性的确诊患者 我看了他们的核酸检测 他们的结果是阳性 但是我们一家四口的每次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 你们就这样控制一行是吗 是打算把东北的阴性全都清零 让我们都感染吗 这是我的核酸检测报告 到最新一次27号 一次都没有落下 大概是十二三次 全都是阴性 还有健康长春上 这上面显示的不全 但是每一次都是阴性 没有一次是阳性 别人都是阳性的 阴性 这一车都是阳性 我们是阴性合作检测结果 刚下来 但没下来之前就让我们上阳性这个车了 不过我们开门就应该是憋着 也不 现在给谁打电话都不急 不过我们开门不让我们出去 这车上都是阳性的人 司机也不给开门 车上都是阳性的人 你们怎么联系一下这头包 车号车号我们进入车号啊 我们看不到车号啊 你出去啊 我们现在下车了 因为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和阳性的人 在这个车里待了一天 从早上一直待到了晚上 我想问东北的疫情怎么控制的 如果出了问题 谁负责 这种情况 这个车上是新冠阳性的患者 全都是已经确诊了 核酸报告显示是阳性 今天是3月27号 早上的时候我们家一家四口人核酸结果没下来 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 说我们家都是阳性 就把我们关到这个车上 和这些阳性患者 在一起 从早上关到了晚上 这个车牌号 是这个 下午我们家核酸报告才下来 核酸检测结果才下来 我们一家四口全都是阳性 和这些阳性患者关到一起 让司机给我们开门 不给我们开 没有人管我们 打110也不管我们 最后实在是阳性和阳性不能放到一起 然后把我们放下车了 我们七个人都是阳性 车上其他人全都是阳性 请问这是谁的嘴硬 东北的疫情怎么控制